台積電傳輸到德國 去設半導體廠 雖然台積電回應說 不排除任何可能 但目前沒有具體的計畫 要請教洪文哥 如果真的過去設廠的話 他是為了汽車愛惜嗎 是 是為了汽車愛惜 沒錯 不過我們來看這件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台積電的歐洲的投資 千呼萬喚一直都不出來 我覺得當然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是說台積電的歐洲投資 他當然還會考量很多原因 但是一個最關鍵就是說 歐洲的客戶現在佔他的比重 並不是那麼高 我想尤其是歐洲 有像NXP 恩智浦 英飛靈 義發半導體等等 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在這種 比較是混合訊號 混合訊號或者是說 用途在很多汽車的領域 這個比例現在其實 佔台積電的營收比重 低於10% 所以這個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既然客戶的需求不是那麼大 而且事實上這些 用的製程技術 他也都不是這麼高端 這麼先進的 所以台積電這個是 我相信這是他做決策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當然就是說 現在美國 日本都在擴長 而且美國擴充的比重 是又增加很多的 所以也就是說 他事實上他同時間 要派很多人到海外去 是不是歐洲會讓他 又要再分掉一些人去 這個是不是也是一種考量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台積電會決定要去 當然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政府 尤其是我們都說 他們都說這個魏澤佳說 我們企業不會跟政府打對台 我們沒辦法跟政府 政府的